- 高齡新時代- 三好一巧多做到 - 我們吃飯囉 大家好,我是怡芳 最近常常跟長輩一起出門的時候 會發現長輩因為牙齒比較不好 所以在點餐的時候是有一點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所以現在國民健康署推動一個高齡龍者的計畫 來幫大家來設計幾款質地調整飲食的技巧 然後讓大家能夠在家裡可以輕鬆的來吃飯 那我們今天就來歡迎我們的主廚阿中主廚 大家好,怡芳老師好,大家好,乃黑德中 今天帶來紅燒台灣牛 主廚我想要請教一下你這個肉有特別挑過吧 這個部位 有,我們就是挑那個牛肋排那個牛腩的部分 牛肚買回來之後要清洗乾淨,牛筋 有沒有特別說我要牛腩的比較軟的部位嗎 中段比較軟 中段 那除了牛肉以外我們還有什麼呢 白蘿蔔跟紅蘿蔔還有娃娃菜 芹菜啊,蔥段薑 還有蒜頭 豆瓣醬油,醬油膏 糖,米酒 還有秘密武器我們的滷香料包 首先從白蘿蔔我們先削皮 那這個是什麼,娃娃菜嗎對不對 這是娃娃菜 如果老人家吃這個燉爛爛的很容易入口 今天因為是要給老人家吃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主廚切的那個塊狀 是比較小塊的齁 比較容易咀嚼 這個牛肚不要煮了 全部太多 來比切小塊 差不多3公分左右 煮不好煮 再切牛筋齁,一樣齁 就是大概3公分左右 這個牛肚有時候 因為它在沙的時候會帶一點沙 所以在清洗的時候都要特別注意 多洗幾次這樣 主廚這邊其實它就是先把它切成長條 然後我們再切塊 一樣是切小塊齁 對對對 再切香料 好 再切薑膜齁 我們把它切成細末齁 等一下炒的時間齁 比較香 這也是蒜末齁 酸甜 然後蔥 蔥的切好了齁 聽出來 這個在煮的時候 最後再放可以帶一點香氣 好,你拿水滾的 香油下去 汆燙一下 大概兩分鐘就好了 你這個你看剛剛竹竹切的啊 這個大概3公分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指截 像我自己的小木指頭齁 這個兩截大概差不多像這樣子就可以了齁 牛肚那些都一起汆燙沒關係 OK 煮味水滾都做對了 先下一點油齁 薑末跟蒜頭爆香 好 然後下一點蔥段 我們要稍微把它爆到有點金黃色這樣 OK 之後下牛肉齁 稍微炒到表面有一點 變色 對,焦 這樣就可以了齁 然後下來我們加一點豆瓣醬齁 然後一點那個 醬油膏 糖 嗯 然後米酒 然後加上我們的高湯 就是那個高湯就大概有有點 蓋過去就可以了 鍋蓋 蓋起來燜一下齁 好,我們現在已經大概燜煮10分鐘齁 大家看一下齁 好香的一鍋 對,大概只有入味了 我們現在把它放到鍋子裡面齁 等一下我們把它放到電鍋裡面去蒸齁 可以減少一般的時間齁 好,我們把高湯放下去 這個煮了差不多 1分鐘都好 先燙過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高湯 去把它煨煮一下齁 對 那我們再把那個白菜放下去 一樣沖燙 好 我們現在這樣慢慢的煨齁 大概煨10分鐘 等一下如果煮到可以 筷子穿透 軟爛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配料有什麼 有什麼時候 沒有時間去準備 我們在冷凍裡 洗好切切 冷凍裡 我們在冷凍裡 都在用什麼 煮的時間 好好煮 煮的時間差不多 煮的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 透明的油 差不多的 我們再來擺一下盤 然後我們剛才燉煮的牛肉也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把它下鍋齁 稍微再把湯汁收一下 蒜苗跟芹菜齁 然後加一些太白粉 增加它滑順的口感比較好吞噬 最後再加一點香油 增加它的香氣 這樣我們就差不多可以起鍋了 好,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帶來了這一道紅燒牛三寶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有來桃園十門水庫遊玩的時候 合家歡迎帶著老老少少 一起來我們餐廳用餐 記得喔 每天要按照我的餐盤六口訣 這樣吃才可以營養均衡喔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拳頭大 代比水果多一點 飯跟蔬菜一樣多 豆魚蛋肉一掌心 堅果種子一茶匙 Claudia 對 kim 很像 誇一